待雨是屏東地區降下大雨 雨水就像是用到的 我現在走到去年的收災區 聽到雨聲就擔心 因為去年一場豪雨 土石流灌進春日香民宅 屏東縣府擔心豪雨沉災 宣布春日香 室文春22號停止上班上課 至於國軍幫忙裝沙包 進駐加東林邊低洼地區防災 還有岐山的荔枝農 搶在大雨前搶收 下大雨之後會有很多的問題 例如說下大雨完之後 出了大太陽 會讓我們荔枝熟成的更快速 而在海面上海巡艦艇 也急忙開到鵝鑾鼻外海 接駁一名身體不適的外籍漁工 由於海象不佳 最後還請求空勤 對支援吊掛 將男子平安候送 這波封面這兩天在南部 將會帶來強降雨 民眾必須做好 防災準備 大愛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全面待命的還包括了氣象局 召開了今年第一次的大規模或劇烈